很多車主都買了Smart Hashtag One 頭批車已經落地了 這兩位都是新車主 頭批車車主 他們都過來我們做Service 多謝兩位 我知道很多Smart Hashtag One 車主 都對這部車有很多擔心 不只是車主 例如人膚膠車質素是怎樣呢 有些謠言說 原廠玻璃駕熱已經是不行 效果是否這麼差呢 另外 原廠的雅光輝 我們自己不太推薦去做 又為什麼呢 車鏡又怎樣才不會破補 到最後就是 你見到這部車其實是Two Tone 很多車都是 他們的實色車漆位置 是不是這麼容易化呢 在這條影片我會逐一分享給大家 首先說一下膠車質素 Smart 即是Mercedes-Benz Mercedes-Benz即是人膚 人膚膠車 其實一向都不過不失 什麼是不過不失呢 大家都知道其實它的質素是不錯的 不過它的牆是真的偏暗的 所以如果你說見到銀色車淺色車 當然是沒有什麼相關 就這樣看就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去到這個黑色車 深色車 那就見真章了 到時你就要打開燈和浸 怎樣檢查呢 其實真的照下去 當你打開燈的時候 其實你看看實色位 尤其是這輛車那麼多鋼琴下面的位置 你就見真章了 你看看 你看到其實有很多花痕 這些花痕怎樣來呢 其實抹車就會有花痕 正常新車是會打層新車納的 不過交給你之前都會有些抹的 抹了之後就一定有些花痕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車真的很呵護才交給你 所以我才說 它的膠質質素是不過不失 OK的 但是如果你想它再靚仔一點的話 這些實色的部分 或者其他部分 你就要認真想想 是不是去做一下汽車美容 至於Hashtag One 多不多這個Ping Defect 首先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Ping Defect 如果你去Google Translate的話 Ping Defect就是七面瑕疵 七面瑕疵就是 七色瑕疵就是這麼簡單 有什麼瑕疵呢 可能會有塵 可能會凹了一個洞 可能會有一顆油點 怎麼會發生呢 就算是廠噴油也好 這個世界是沒有可能沒有塵的 噴油後有塵怎麼辦呢 是把它收拾了 是處理它 但是如果處理得不好 你就會被你發現了 好了 你就要看看它有多嚴重 如果你當時馬上發現 你摸到好凸出來的 很有問題的 當然要說 就要看看人夫如何處理 另外就看看你有沒有需要貼這個PPF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車主來到我們貼貼PPF 那時候才發現有Ping Defect 這個是很多時候會發生的 為什麼呢 因為車主的你未必一定我會看的 但是來到我們到了 我們用專業的眼光看完之後 反而有Ping Defect之後 你就很糾結了 我應該是人夫先貼了 我會直接跟你說 沒事的部分先貼了 有事的部分 你是不是也要去維修 你不是那個人有它裸體 其他的部分你貼了之後 就受到火壺了 如果不是的話 人夫跟你說 你三個月後才有期維修 你會說你便要拉我了 整架車你要三個月在外出 要怕撞石仔 又要怕開門 甚麼都有的情況 維修完這件之後又要維修那件 是不是這件事有些調斷了呢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過來做PPF的話 先貼它 這個部分 就讓它 做好維修 然後等多大概三個星期 油乾 如果它真的要困油 然後才再做它 那就完美了 至於玻璃 很多車主都說Smart Hashtag One的玻璃 隔夜效能很弱 是不是呢 其實我們用儀器量度過 又不是 波 我們呢 有一部這樣的儀器 其實呢 我們每次做玻璃幕之前都會用的 這部儀器是什麼呢 只要我在玻璃裡這樣夾一夾 就會得出了三個數值就是 透光度 紅外線 以及紫外線的左隔率 所以每部車來到我們做隔夜幕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用這部儀器 去量度 incrofit玻璃 在這個運輸處合格的標準線 即是透光率 標準線之下 我們這部儀器還可以幫它改善多少 就好像這一塊 司機位的玻璃 我立刻就量度給大家看看 數據是什麼 其實它的數據 是一個非常合格 正常的數據 你可不可以說它隔夜差呢 不是 但是特別好呢 去到最盡 如果過了就下不了地了 所以 Hashtag One 謠傳話 這個玻璃隔熱問題 我就覺得 不是 簡單來講 如果你以前有駕開車 你又是沒有貼隔夜膜的 而你又覺得這部車不是很容易遮蓋 在這個時候 你真的可以不一定貼隔夜膜 留意一下 以前所謂貼茶子 茶子 不一定有隔夜率 有些有些沒有 這個隔夜膜的隔夜率又是怎樣呢 其實我已經貼了一塊在這塊後玻璃上給大家看看 這塊比較深色 一個冷紫色 其實都是熱紫色 雲珠柱 後降率合格度 其實是要車頭三塊玻璃 不要低過70% 後面那幾塊玻璃就不能低過44% 車頂就不理你 那麼 我立刻量一下 這一塊隔夜膜的隔夜率是多少 多了 後面那部未開 是零透光率 但全部100格 你會看到吸收下去之後 其實它的透光率已經去到52% 剛才我說過 尾玻璃是不能低過44% 但它已經是52% 即是沒事了 但是剛才你看我 原生玻璃的時候 IRO即是紅外線是70多 現在是99 UV現在已經去到98% 即是一個受傷害之外 甚至很多熱能的紅外線 都選了7788 都不是7788 是9910 這個時候 你就真的可以選 貼這個玻璃字 但是我又會這樣看 這個是以下的個人見解 我覺得隔夜這件事 是一個私人感受 個人感受 別人說隔不隔夜 是他的感受 至於你聽得多大聲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又不想花錢 去做隔夜膜 其實它有一個電動簾 拉了它 你已經隔了很多光 不過留意隔光 就不是隔熱 因為 穿透剛剛寫了 IRO才是紅外線 才是熱的圓胸 貼隔夜膜 真的非常有用 至於車鏡 很多車主都會關心一個問題 裝車鏡會不會破補 這個問題我要講一下 裝車鏡怎樣才會破補呢 車鏡一般來說 都是要裸電 裸電有很多種方法 其中一種 就是在Fuse Box 裸電 Fuse Box Fuse 大家都明白 Fuse Box 就在 每一輛車的儀錶板 通常都是 下面的 左或者右 打開了它 有一個Fuse Box 鑽線下去 就裸電 如果你鑽錯了 這樣影響到車的運作 或者可能燒了 不是火灶 不過燒了 這個時候 人夫就可以說你 破補了 沒錯 這個時候就會破補了 怎樣才不破補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用這個 煙插器 其實很多車鏡都會跟 沒有跟都可以買一條 去配搭就可以了 煙插器當然是在點煙器裏 如果好像 Hashtag One為例 其實很多車都有 點煙器會在中控台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插了之後 拿電當然是簡單 大條線就會外路 而我們的做法就是 車尾拿電 車尾怎樣拿電 沒錯 因為車尾都一樣有點煙氣 其實現在很多車都會在車尾 有點煙氣 你就可以把煙插 插一個點煙氣就搞定了 就好像 其實這個車主 都在其他地方 已經是做了這個車cam過來 大家做法都一樣 是會在這個點煙氣裏拿 因為我們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走完 積件裡面的暗線 然後一路穿過來 去到尾這個位置 把插出來 這樣插了之後 你就不會這樣割眼 第二個好處 就是你看到 這個尾箱位 一定會有很多位置 讓你擺東西 這些擺東西的地方 就可以擺外置電 如果你平時想停車錄影的話 車沒有電 這個時候 你就不能錄影 所以你一定要有外置電 而市面上絕大部分的外置電 都可以提供給車cam 12個小時 公連隔 而個別型號的車cam 因為它省電技術 還可以做到 5天的錄影 片頭我有說過 其實我們不太推薦 去選擇原廠的 雅面車室 雅光輝 這個option 我現在立即要說一下雅面 如果你想選雅面 作為你自己的車 外觀 你本身 又是泊在露天 又是一個星期 洗不到一次車 可能是多過一個星期才洗車 又或者你會選擇 去做一個 PPF HP 這些美容產品的話 值得留意一下 原廠 有提供到 一隻雅光灰 一隻 色 做option 其實它是一個雅面遮漆 簡單說就是雅色車 但是留意一下 雅面遮漆 是很難打理 因為 如果它有什麼轉傷 是很難做收復 可能真的要噴過 無論汽車美容 汽車維修的角度 都是一樣的 關於雅面遮漆的特性 其實我之前拍片講過 我就不重複多講 你又知不知道 其實雅面車漆是其中一種 很難打理的材質 如果你不盡快清潔的話 就會越來越多東西侵蝕你的車漆 這個時候一打打控就會出現 越來越深的時候一打打控 就是又要打磨 打磨就會將表面越打越光越打越靈 最重要是雅面的話 是沒得救的 所以 你是真的要慎重考慮一下 有興趣呢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裡面 看影片就可以了 另外一點要留意的 就是如果你選擇雅面的車漆的話 車漆上面是不能夠做到這個 適得自我修復的Finaf SHP 它只可以做到一隻 叫做MAC Coating的 專用雅面遮漆道膜 雅面遮漆道膜 是沒有自我修復這個功能的 所以如果你又想要自我修復功能 又想要雅面的效果 你就只有一個option 就是選擇雅面PPF 而你就可以省回 9000元 轉的雅色 然後買一部光面的黑色 然後貼上雅色PPF 那你就可以得到所有東西了 至於光面貼出來的雅面PPF又是什麼呢 我立即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不是全個頭錦 雖然客人是選雅面 但是沒有那麼多時間施工 之後會拍片 有很多施工作品給大家看一下 但你可以看一下這個demo 貼完這個雅光面之後 其實它是會比原本的黑色 淡色少少 甚至乎是有少許灰的感覺 留意每個品牌的PPF 它的雅光度都是不同 因為雅面的層次 可能是 高一點 低一點 表面一點 深一點 這樣就影響到它 可能是磨砂一點 或者亮一點 而我們豬油人的PPF 貼出來的雅光度 幾乎跟原廠一模一樣 如果你想追求原廠的雅色的感覺 你又想貼PPF的話 你就值得留意一下 還有一點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 我知道PPF 我都限制 會不會貼出來 有些位置真的會有跌漏光 甚至乎我 打開門 我看到裡面都是 零色的 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真的去 買一隻 雅光灰 的原廠雅面 切一隻雅面的PPF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要說多一點 如果你平時找開停車場 遮掩抹車 給功能遮掩抹車 或者自己抹車的話 抹車的動作 就會令車漆有花痕 尤其是這些 還有一些2通位置 2通位置 Hashtag One 基本上都是 都是實色車漆 實色車漆 就會顯露更多廈 為什麼呢 因為平時車漆 其實你都抹花了 不過上面可能是有些閃粉底 有些效果 令你不太覺銀 但是去到實色車漆 基本上就真的很容易看到 剛才也看到 花光了 如果你說這個 9H Coating 做上去 我容易清洗 我不用抹那麼大力 我可以嗎 好一點點 9H Coating 一樣會產生花痕 它沒有長效自我收復能力 如果想有長效自我收復能力的話 你就要選擇用這個 珠原PPF 或者是 Findem SHP 去做這些部件上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今次 我會跟大家講到這 有什麼問題的話 如果你想做這個PPF 或者SHP 歡迎隨時 WhatsApp 我來查詢 接下來我們每個星期 陸續 都有 Smart Hashtag One的booking 過來做這個 JMPPF 和Findem SHP 如果想知道更多 哪些位置貼到 哪些位置貼不到 有人又說 這條H 貼不到PPF 而且你見到車頭的鬼面罩 有很多洞 貼不貼到PPF CLS我們 我們就會 逐一分享給大家 謝謝